文章来源 RFI华语 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报道 尼基·黑利·妮奇·黑利计划在周三上午的一次演讲中宣布暂停共和党总统初选竞选 这位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前南卡罗来纳州州长 预计将于美东时间上午10点左右在查尔斯顿地区发表简短讲话 尼基·黑利的决定是在超级星期二的第二天做出的 当时他在举行共和党竞选的15个州中只赢得了佛蒙特州 上述知情人士表示 尼基·黑利周三不会宣布支持的总统候选人 他将鼓励即将获得赢得共和党提名所需代表席位的特朗土 赢得支持他的共和党和独立选民的支持 预计尼基·黑利将强调 他将继续倡导他所支持的保守派内政外交政策 并提醒人们警惕他所看到的来自华盛顿的一些危险 如孤立主义和缺乏财政纪律 尼基·黑利是第一位挑战特朗普共和党提名的主要参选人 也是最后一位退选的共和党参选人 他在受到这位前总统及其支持者的猛烈攻击时 仍表现出了决心 尼基·黑利的竞选团队周一提到了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 这位被称为铁娘子的英国前首相是她的榜样 其竞选团队曾试图以此激励超级星期二的选民 随着她退出竞选 人们很难知道尼基·黑利是否仍会是共和党未来的一部分 还是更传统派的该党的最后一次希望 后者倾向于英太外交政策 财政纪律和有限政府 现年52岁的尼基·黑利仍有可能参与未来的美国总统选举 但她在竞选的最后两个月里对特朗普的尖锐批评 很可能会让她在后者仍然掌控共和党的情况下面临挑战 民调显示 尼基·黑利在郊区女性和中间选民中拥有优势 而这两个群体都是赢得大选的关键人群 这也是她在与拜登总统的假设对决中经常大幅领先特朗普的关键原因 尼基·黑利的竞选团队利用这些民调结果 认为她是党内比特朗普更安全的人选 可以在11月与拜登一决高下 在竞选阶级尾声时 尼基·黑利一再变称特朗普不会赢得今年的美国大选 在周二晚些时候的一份声明中 尼基·黑利的竞选团队指出了她的胜利 同时对特朗普将党内团结一致的说法嗤之以鼻 其发言人佩雷斯·库瓦斯 Olivia Perez-Tubas说 今天在一个又一个州 仍然有一大批共和党初选选民 对特朗普Donald Trump深表担忧 这不是我们党取得成功所需要的团结 尼基·黑利早前在竞选活动中 承诺为共和党党内最终提名人背书 但此后在被问及特朗普时拒绝重申这一承诺 他在二月底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道 我要告诉你们的是 我对特朗普深感忧虑 我对拜登周拜登有更严重的担忧 尼基·黑利指出 特朗普因处理机密文件和试图推翻2020年总统大选等问题 面临91项刑事指控 他在二月的采访中说 这可能是他特朗普的生存模式 以支付他的律师费并摆脱某种法律危险 但这对我们的国家来说无异于自杀 尼基·黑利当时说 我们必须意识到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能够赢得大选的人 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向社会主义左派屈服 特朗普与拜登再度对决态势 基成定局 美国2024总统选举党内初选活动 三月五日的超级星期二落幕 前总统特朗普几乎在当日所有选区获胜 几乎已笃定代表共和党参选总统 在民主党阵营 现任总统拜登当日也几乎在所有选区顺利胜出 拜登与特朗普及2020年争议叠起了选举之后 将再度对决 这次被称作超级星期二的各党总统候选人 党内初选活动的结果几乎没有任何意外 特朗普当日在15个州的14个州中拔得头筹 其唯一一名挑战者 前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海利 只在其中的弗蒙特州 Bermont胜出 至此 特朗普作为共和党候选人竞选总统的态势 已经难以逆转 谋求第二任期的现任总统拜登当日 也在民主党初选活动中大获全胜 只在美国在太平洋属地萨摩亚 输给了一名名不见经传的挑战者 超级星期二刚刚落幕 拜登与特朗普的对决似乎已经开场 五日晚间 特朗普在其佛罗里达州的豪华庄园庆祝胜利 尽管竞争对手海利当时还没有宣布退选 但特朗普对他只字不提 而是将目标集中对准总统拜登 拜登也在当晚对着四年前的竞选对手开火 指责特朗普只顾个人报仇 而不替美国人着想 是决心要摧毁美国的民主制度 不过目前在初选活动中 开始逼人的特朗普 能否在决定胜负的最后阶段 赢得更多共和党支持者的选票 还很难说 他必须在几个关键州 在铁粉支持者之外 争取立场温和的共和党人和独立人士的支持 比如CNN电视台 五日在北卡罗来纳州 所做的选民出口民调就显示 其竞争对手海利的支持者中 66%的人都不认为特朗普适合当总统 81%的人表示 他们不会自然而然的支持党内初选的胜利者 更何况 特朗普目前官司缠身 3月25日 他将在纽约州面对首场刑事诉讼 拜登虽然也是目前民主党内笃定的参选者 但年龄仍然是可能令支持者犹豫的因素 而去年10月7日起 爆发的中东加沙走廊 以哈战争 也令他在国内备受压力 7日他将依照惯例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 相信他会利用此机会 突出他上任以来的成绩 介绍他与特朗普不同的国家蓝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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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